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罗马方阵 它不是方阵 就大家随便往前走 叫散兵 你在中国路上就能经常碰着散兵 各式各样的人 各式各样的车 使用各种交通工具 你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走 他们不看任何交通标志 像所有的那些 后来是著名的文明 他们都有规则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比如那个犹太人 中国人最羡慕犹太人 不是羡慕犹太人的知识 是羡慕他们的钱 一说犹太人就有钱 犹太人最重要的是有知识 而不是钱 犹太人开始是不守规矩 老不守规矩 只认钱 所以他们的家没了 先是把乳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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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把乳和蜜的地儿给丢了 去了埃及 到埃及又不守规矩 然后沦为奴隶 沦为奴隶里边出了一个明白人 就是摩西 要带着这帮想发财 只认钱 只认神呢 见谁崇拜谁的人 出埃及 路上这帮孙子就又开始搞各种偶像崇拜 于是摩西就定了十戒 什么叫十戒呢 有十件事不能干 一个民族之后 知道自己什么事不能干了 才是文明的开始 只要你文明了 没钱能有钱 没有安全会有安全 没有财富会有财富 就是神跟以色列人说的 你们家要变个大家族 你的国是一个大国 不然的话就是乌和之众 人行道 不是人行道 道路都变成停车场 最后就要受到神的惩罚 我是害怕神的惩罚 我才守规矩的 我才遵守摩西十戒和印度的武戒 我相信报应 不是不报 时机没到 时机一到 通通他妈报 您 请不吝点赞 您正在哪里 您呢 就是一个外交给优优优独的两个人 就是了十戒 第一次国内容 以防吓前文的方式以后再发煩最后又在一个政治化的地方 就是因为那个户里面 就是我们的户里面